那这次下周选举呢 因为是州选举嘛 所以很多人会更加的关注 其实选举单独举行的话 会不会显现出 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 包括说可能我们刚刚关注的 华人选票 实际上它是对州不满 还是它对国家不满呢 当然某些方面 州跟国方面有重叠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策上 它是重叠的 是 重叠的 那在州的方面有州的议题 就比方说这个所谓重叠的部分 比方说这个教育的问题 这个在市务华团跟首席部长 面对面对话的时候 提出的提供一个诉求 一个要求就是说 提供这个州内的华人度中 更多的这个这种资源 如同其他的国民中学一样 那当然这个首席部长 事后的反应说 这个看起来要跟中央反映 要带到内阁会议去 就是它好像是把球踢给中央去了 但是它没有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说作为州的这个首长 他有这个义务向中央反映说 在我这个州内 的确有这样的一种不满的声音 必须尽快的处理 那在州的议题方面 比方说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市务的这个年年水灾 这个是地方的议题 但这个地方的议题是 这个居民是感同身受了 时间一到就要准备淹水了 所以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说眼不见为敬 无所谓 但是住在当地的人 他每年到了特定的时段 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麻烦 那作为一个执政者 怎么样在尽最大的能力 尽速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 这个州内所面对的问题 而且是很直接的问题 是 刚刚较才大哥提到 这个州跟国之间 其实有重叠的一些部分 那这一次的沙州选举 很多人就说 国庆方面已经准备好了 看这个选举的战况 会决定说 这个全国大选什么时候降临 那你怎么看待这样子一个局势 当然这个选举结果 他当然从选举成绩来看 国阵保留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 继续执政 感觉上没有太大的冲击 但是从行动党的得票来看 席位跟得票来看 他又传达说 非常这个不满的刑续存在 那过去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尤其是在东马说 这个州要选国阵 那州议席选国阵 那国会议席就选反对党 让反对党到国会去讨论 去辩论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状况呢 可能慢慢会改变 我想所谓州投国阵 国投反对党 这个模式会慢慢调整 也就是说不是那么明确的恶分 好那我们这时候呢 掌握到了失误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给DATV的特派记者 潮和 喂潮和 是的秋月 秋月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在这个行动党的总部 那现在呢 看好就是行动党的候选人 全部都回来了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都东区 现在有听到欢呼声吗 有我们听到欢呼声 是 对对对 就是都东区的那一个就是 呃 郑出者呢 确定是这个 呃 行动党的业海量 呃 刚才呢 这个都东区呢 就是 只是还未公布这个 呃 郑出者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刚刚在这个开票过程之中呢 出现这个 呃 十分钟 戏剧化的那个停电 所以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这个行动党的高 呃 就是候选人 其他候选人还有高层呢 就纷纷就敢 就敢去这个呃 呃 计料中心 然后以免这一刻是 有出现什么变化 索性呢 到最后的时候呢 行动党还是赢了 那这个人连打的这个候选人呢 张太青呢 就已经成为是败选了 那 呃 现在全部候选人 全部都回来了 这年 呃 我们一个女性候选人 就是呃 那个刘强燕呢 虽然她出了 可是还是接受大家 英雄式的那个欢呼 哦 那这就是 我现在在这里看到的一些 好 我们听到了这个候选人 情绪非常激动哦 最后选人回到了这个 行动党的总部了 好 谢谢朝和为我们带来最新消息 同时也让我们现场的观众呢 感受到了 沙州 他们目前掌握到的一些 选情 同时他们支持者 和候选人的 及时反应 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的高亢的 好 我们先稍坐休息 稍怀呢 马上跟你跟进 其他选区的最新成绩 欢迎回到 DTV第十届沙州选举特备开票页的 Live节目现场 如果说你刚错过了 我们已经和你播报过的一些 沙州的最新战况的话呢 欢迎你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面子书专页 DTV沙州选举特备 在上头呢 已经有多个贴子 你可以回应 甚至说你有任何的课题 想要讨论的话呢 都欢迎你张天你的问题的 那根据我们目前呢 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哦 沙州的战况呢 是非常的激烈的 虽然国阵呢 是赢了55席 成功的保住三分之二的优势 但是一席总数呢 却从上一届的63席 减少了8席 而明年方面呢 赢了15席 也就是民主行动党的12席 还有公正党的3席 至于还有什么最新的成绩呢 我们要看一下 编辑师方面 有没有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 把时间呢 交给编辑师的艾姨 是的秋月 那我们根据呢 选委会刚刚发布的消息呢 我们就掌握到 在文尔这个选区呢 是由国阵人联党的野里苏修 他成功的残联的 他的票数就有3646张多数票 来打败对手的 那接着在基督龙这个选区呢 我们就看到 迷连行动党的周正新 以6930张的多数票 夺下一席的 那接着还有在沙都 这一个选区呢 国阵图保党的阿邦索哈里呢 以2800张的多数票 打败对手夺下一席 接着在压刷赞野呢 同样的也是由国阵图保党的 阿都卡林 以4489张多数票 打败对手夺下一席的 接着在五级歌打方面呢 我们就看到 国阵图保党的 阿都拉曼伊斯迈 以5060亿张的 这个多数票夺下一席 还有的就是 在五级本古南 这个选区呢 我们就看到了 国阵杀人民党的 这个孟达干 以2773张的 这个多数票夺下一席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目前 掌握到最新的开票成绩 把时间交回给 在直播室的秋月 好的 谢谢编辑师的爱意哦 那刚才已经掌握到 一些最新的情况 我们马上先带各位呢 来看一下 现在朝野阵营 还有各政党 目前的席位分配表 来看这张表 目前呢 国阵方面呢 一共是赢了55席 明年方面是15席 而独立人士呢 同样维持1席的 好 国阵方面55席当中呢 图保党就保住了35席 人员党方面呢 赢了6席 人民党呢 是8席 另外民进党方面呢 是有6席在守 明年方面15席当中呢 公正党就赢了3席 回教党还是维持0号 行动党方面呢 一样是赢了12席 另外独立人士方面的1席 OK 好 目前在我们线上呢 也掌握到古静的 最新动态 在我们线上呢 就有DTV 特派记者志伟 嘿 志伟是 是 秋月 嗯 有关刚才的记者 已经结束了 那送选的4名 呃 民众党的候选人 或者是呃 呃 公议员已经呃 上来 向在场的百多名 支持者发表呃 感谢支持 以及发表谈话的 那回到刚才的记者会啊 林冠英就发表了 一样重要的谈话 他表示 虽然啊 他很遗憾 明年无法在这一次的沙州选举 否决啊 国阵的三分之二的地址 但是能够组 成功组成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反对党 还是值得鼓舞的 然后林启祥 则表示 呃 则鼓励啊 群众党落败的三名候选人 同时也表示 今天的成绩 显示了沙州人民的情节 也同时提醒了国阵 沙州不再是国阵的定存州 因此应该好好为来 这些大选配战的 嗯 是 好 好 谢谢DTV特派记者志伟 给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刚刚听过的有两大巨头 就是林冠英 还有林吉祥的这个谈话嘛 陈杰 你觉得这次的沙州选举的这个成绩 明年还有国阵方面 他们会如何看待 以及对他们未来的影响有多远 看为这次沙州选举 基本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让我们要观察的 就是未来沙巴州的政治会如何发展 是 因为在308大选后 因为国阵在半岛这边 这基本上是输了半壁江山 是因为东马的两州来保住政权 而且那个时候也传出沙巴州一些政治人物 处处欲动 然后在沙楼月成绩揭晓后呢 我们要再观察着沙巴州的政治人物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欲动 那边会不会有带来一些新的事情的发展 那回到半岛这边呢 我们可能就要观察 我觉得可能国阵跟明年双方 都是要再重新做一次好好的检讨 跟搜索 就是好比国阵 他们的策略还是很简单 就是发展政治 就是发展政治跟族群政治 然后明年这方面的问题就是 他们图有理想 那很多时候他们不能突破这个资讯的封锁 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把这些兴趣带到这些乡区 去说服他们这些乡区的选民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要检讨的 如果国阵还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 他难道就安逸于靠着乡区选票来执政吗 然后明年这方面 尤其是行动兰 可能就要考虑的东西就是 他们也就是安逸于在城市盛处 而互列的乡区的一些议席跟选民 明白 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沙洲 现在这个行动党方面呢 除了说一方面在庆祝胜利 一方面呢也在安抚一些落败的候选人 那在我们线上呢就访问到了 他这次第一次出战年轻候选人 但是呢没有办法获得胜利 有刘强燕的访问在线上 哎强燕 我很开心 我的党拿下老十二席 当然我也很伤心 不是因为我输了还顺客 而是我输给金钱政治和安占手段 但是我还是很尊重人民的决定 人民的选择啦 然后我这一次里面 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这也是一个开始 我也不会放弃 我会继续努力 我也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到我的努力 所以我还会继续努力下去 好有人赢当然也会有人输 听过的是强燕刚分享他落败之后的心情 好承杰刚刚我们提到说 这个沙洲选举对于未来大选的这个影响嘛 那我们刚也接到消息说呢 这个首席部长他在获选之后呢 也宣誓就是再度的成为这个沙洲的首席部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全国大选他影响会有多伸延呢 在我们谈全国大选之前 可能我们还要观察沙洲国阵的内部的各成员党之间的变化 对 虽然这太阴首长是说打赢两年后会退位 但是退位后的接班人问题呢 可能会引发党内的另一式的党争 然后另外 然后沙洲国阵成员党有两个打压党 一个是沙洲人民党 跟一个是沙洲民主进步党 然后沙洲民主进步党 去选前也是有党内问题 原本有五个议员要退党加入沙洲人民党 但因为周选要到了而被首长压制的 这些问题都会在选后开始爆发 然后继续可能又会 沙洲国阵又有一轮的党争 然后回到图包党 图包党的问题就是谁会接班 是泰医的家人吗 还是有另外的人 这都是可以考虑 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然后人连党我们也知道 他肯定会换血 换血过后 他的心血 多能能接班 再重新赢回华社的支持 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回到全国大选 全国大选我们这边要考虑的东西就是 政府在尤其我们的这个首相署部长 在推的这个政策 那个ETP跟GDP这些东西 在多久内会有成效 然后来好让国阵能赢取 城市跟中间选民的这个选票 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效果跟效忌 所以大选会几时 可能会借着这个沙州 沙州国政大胜而在短期内进行 市面上有要言说6月7月 但是可能 那我的问题就是 沙州还能承担另外一次大选吗 在短期内 所以你预测这次还会说 突然间宣布可能来一个闪电大选吗 我不排除的可能性 但是机会不高 但是我的预测可能是6到9个月后 6到9个月之后 所以这次沙州选举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同时也聊到说 对于全国大选 甚至是西马的朋友影响到底有多远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就是落败的人连党方面 我们刚刚接到消息 人连党的主席陈康南 他哭了 就是知道自己输了之后他哭了 我觉得现在人民关注的可能就是 输的那一方他在接下来的动向是什么 那我们刚刚也听到说 他说他会退出这个政坛 我们就了解说 还有赢的那一方呢 接下来又一些什么样的大动作呢 这些都是我们取名关注的 对 那成绩方面 你接下来觉得这个 沙州选举结束了之后呢 沙州会呈现一个 怎么样的全新的政治面貌呢 沙州选举的成绩呈现出一个 比较两极的一个现象 那是可能会 我个人会比较担忧的 就是说 在野的多数是华裔议员 然后在朝的可能很多是土族议员 那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说我们说 沙州的朋友跟人民上说 我们这边族群和谐等等的好 但回到政治上 我们还会看到那种种族政治的一种形象 最好比这一次国阵就是当明年宣布说 如果他们成立州之府 巴鲁比安会是他们的一个首长的候选人 的时候呢 沙州国阵开始就玩族群牌 说你要一个基督徒当首长吗 你要一个少数民族当你首长吗 在这个马来个穆斯林市区去宣传 那这些多多思考可能会影响到明年在 回教徒选区的一些表现 好的 谢谢陈杰刚才为我们做的一些几时点评 当然也要感谢你呢 一直跟我们跟进沙州目前的最新战况的 那我们刚刚了解到呢 这次国阵依然是保住了三分之一席 而且呢也获得了沙州的执政权 当然首长方面呢 刚刚也提到了 他已经宣誓他还是首长 有些两方面呢 当然在接下来的动作 他们有检讨 甚至有重新的一次大改革 我们也接到消息呢 在事务方面 黄顺葛在打败了刘强燕之后呢 他说他愿意接任 就是沙州的副首长的这个职位 同时他也愿意接任 人联党副主席的这个职位 所以相信他已经准备好 要叙事待发了 那今天晚上呢 跟你跟进沙州的情况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你到我们的面子书 DTV沙州选举特备来回应的 让我们日后呢 也会为你跟进说 沙州的最新战况 感谢你的持续陪伴 DTV为你提时报导 DTV第十件 沙州选举特别开票宴Live 感谢你的收看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